咱俩结婚15年了,你没有尽到一点多账户的责任,挣不来钱不说,还总气我,整天磨磨叽叽窝窝囊囊的,哪里有个男人的样子。 你总说我磨叽,可你火爆的脾气也从来没改过呀,还当着孩子的面说我没本事,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自己没本事,还学人家大男子主义,在家里当甩手掌柜,遇到少女就回窝里横,我为这个家互助这么多,你却从来不体贴关心我,我真的感觉不如自己过算了。 我觉得你特别不懂事,我每天工作这么累,压力已经很大了,而且咱们上有老下有小,你就不能省着点钱吗?我真的不知道这日子该怎么过了。 有请这对夫妻,有请。 张先生38岁,来自河北工人,有请张先生。 张女士37岁,来自河北餐饮服务,有请张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结婚15年了是吧? 对。 发现了各自身上都有些毛病是吧? 主持人,今天我来,我是想和她离婚的。 她不光说是脾气暴,而且脑袋特别笨,整天还嫌弃我,我受不了了。 我真的受不了了,我要离婚,孩子也不给她,什么都不给她。 这大概您说了不算啊,财产得依法分割,孩子现在多大了? 13了。 对,跟爹跟妈孩子说了可以算,您说了也不算。 今儿您要来的对吧? 对,主持人,今天我要来的。 咱就别聊了吧,反正她都要离婚了,咱就离了就得了,好不好? 那我得说说她那个犯毛病,解解气。 那您来解气吧,我们听着。 她办什么事吧都不紧不慢,特别磨磨蹭蹭的,平时都是我在身边捶着她。 有一次她去外地出差,本来提前买好的火车票回家。 她慢慢腾腾磨磨蹭蹭地往火车站走。 结果耽误了那班车,改签之后吧,她又慢慢腾腾的,一点也不着急的。 去洗手间,结果又耽误了,最后之后买趟新票回家。 那我不是第一次出差吗?那迷路呢?也是行有可言的呀。 再说了,我改签了,那人生有三级吗? 当时我去厕所了,厕所人特别多,正排队。 结果我一出来,时间就过去了。 你不知道下午有事啊,总为自己找理由。 那我不是又重新买一张票回来的吗? 我耽误你什么事儿了? 耽误了很多事儿。 组织上,我跟你说一件事儿啊,我特别委屈。 因为我来结婚十五年了,一直住这个老房子里。 那个房子吧,采光特别不好,屋里阴陷陷的。 结果有一次我和同事去看房子,那个房子价格也挺合适,就把她叫着。 她一会说这个房子吧,布局不好,一会说这个房子楼层不好, 最后吧,导致这个房子也没买成。 就是之间我们俩都没有属于自己一套的房子,特别的委屈。 不是,别委屈了,反正要离婚了,也别委屈了。 当时我就是不想买呀。 你为啥不想买呀? 老人,有病了,要钱吗? 孩子,以后上学,娶媳妇,还得花钱吗? 你考虑这个家的吗? 反正你这人就是这么磨叽。 主持人他饭毛病特别多,他早起特别喜欢赖床,明明知道晚了,他也不早起,还磨磨蹭蹭地洗漱。 结果孩子早饭也没吃成,送学校去了,老师都点名批评。 最后孩子放学跟我说,下次不用你们送了,你做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了吗? 那你不知道我伤疤有多累吗? 再说了,我就这个慢性子,你越吹我,我就越不着急。 你再吹,我就不知道干啥了。 那你不就不能改改呀? 他也没想改。 而且吧,他还特别特别的抠门。 主持人他就是每次吧,都喜欢买那个地团货,按赛十块小利衣服,然后买回来吧,一洗凉水就缩水了。 我感觉这个衣服挺好的呀,穿在衣服上也不是不合适啊。 再说了,洗凉水了,家伙我买大一号不就可以了吗? 你也不能把我这衣服给我撕了吗? 撕了怎么的呀?撕了你都不该。 你还说呢是吧?你拿我的工资,买那么贵的衣服,你还有理啊? 我买这样贵的衣服怎么的了?朋友出去也有面子啊,不就现在我没上班吗? 多少钱的衣服啊? 二百多块钱。 二百多呀? 对。 倒不是特别贵啊。 那我穿几十块钱的呀?一点不知道过日子。 是是是是。 还有别的吗? 有。 还有一次。 要不说我还忘了。 那那个月吧,我们俩挣的挺多,挣了六千多。 我说吧,都纯上。 他说,辈子要留下来一千多块,改善生活。 结果吧,我们俩就以为这个吵起来了。 吵起来他把钱接着窗户扔楼下去了。 扔楼下去,我就得去捡呢。 林姨还帮着我捡,结果后来还是丢了点。 你说钱重要,还是我重要啊? 钱重要啊?但是你也挺重要啊。 我在你眼里一点都不重要。 确实确实,你确实不重要。 要不然他也不会上来就说离婚嘛。 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还有很多事我想说。 您说您说。 就是有一次开家长会吧。 他本来应该打车去,他非得坐公交车。 最后到学校家长会都开完了。 那我不是为了省点钱吗? 再说了,我在群里的问问老师,为什么交这个钱? 你也说啊,我问问,还兴许给我们打点折呢? 不就少花点了吗? 不是,学校还在打折的啊。 学校还在打折啊。 买东西都打折啊。 这日子不都是点点滴滴过起来的吗? 是是是是是。 主持人,你看那太不像话了。 他简直就是无理取闹。 他整天就说我这个抠啊。 其实我真抠吗? 买特价菜,谁不买呀是吧? 是。 我问问啊,平常你们家谁管事啊? 他管事,他管经济。 家里存了多少钱? 几万块吧。 蒙人的吧? 没少存吧? 没有。 孩子的教育谁管啊? 都是我一个人在管。 孩子管得怎么样啊? 我自认为还行吧。 不说这个我还忘了,是吧? 就那回回我们家过年, 孩子打起来了, 给我们家孩子连个抓破了,流血了。 他非要找人说个说谎。 我就是给他给说了一顿, 给孩子给骂了一顿。 难道这个也怨我吗? 大师宅啊,儿子啊, 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 你还那么行啊? 干千千吵起来, 以后这个心还怎么走? 小孩子不懂事儿, 难道你大人还不懂事儿吗? 你就是个窝里横的玩意儿。 还有啊,主持人啊, 他妈生病的时候, 我也上班, 她也上班, 她就叫我一个人请假回家照顾他妈。 她就是一请不下来假为理由, 一趟都不回来, 而且我一边照顾他妈, 还得一边刺好孩子双血, 洗衣做饭, 我是你家的宝母啊。 照顾老人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你没回来帮忙吗? 我工作走不开啊。 你什么工作啊? 我是工厂上班啊。 对啊, 那不是都八小时工作制吗? 十二小时。 十二小时那不就倒班制吗? 对啊。 对啊, 那你歇一为啥不回家啊? 那也是工作需要我领导。 什么什么需要啊? 那有劳动法的。 你要是十二小时工作制, 你那个不歇, 你都不可能。 别撒谎了, 到我们这儿不去。 哎呀,主持人啊, 他就是找我各种理由啊。 我跟你说, 我最伤心的是啥? 因为照顾他妈呀。 你一个工人要应酬什么呀, 一工人师傅。 你应酬什么呀? 那班长找我出去喝酒, 我不去啊。 不去不去呗。 那我不去, 我在这个工厂。 你家里面呢? 我还怎么过, 还怎么干呢? 哎呦, 您那是什么工厂? 一个小小的车间的小班长, 敢这么干? 工厂吧, 是一个萝卜丁一个坑。 别编了, 别编了。 那我要不去了, 这个, 您到底十二十四小时工作, 还十二小时工作呀? 十二小时。 那不就完了吗? 您也有休息的时间, 别跟我们说这个了。 那我上班的时间十二小时。 你爱人说, 你说的没错。 你不就找各种理由 逃避家庭责任吗? 不跟你较劲就完了, 还来劲了。 怎么了? 我哪句话说错了吗? 那我喝酒全是为了应酬啊。 应酬什么呀? 一个工人要应酬什么呀? 你不知道工人也是要应酬的? 天天应酬啊。 那我也有上班的时候, 上班不累吗? 他就是找各种理由不回来, 然后吧, 刚让我上心的就是 因为照顾他妈, 我工作都没了, 然后每次发他的钱 他都特别生气。 那我在请假, 谁来挣钱, 谁来养家? 主持人, 我跟你说, 这么些年我真的受够他了, 我发现我在这个家里 一点地位都没有, 所有的家伙事都是我在互助。 您要是想哭吧? 他一点表示没有。 您要是想哭, 你就把眼泪流出来。 您这光哭吧, 不流眼泪吧, 我们都觉得您没在哭。 您到底是真伤心呢, 还是假伤心呢? 伤心, 您要在家里演演戏就得了, 到我们这儿就别演戏了。 夫妻两口子之间, 咱们真诚交流, 对吧? 今天主要是来说, 这个男人在家里 抠门不尊重你, 对不对? 对。 为了照顾他母亲, 您没了工作, 现在您没了工作之后, 他反而倒打一耙, 更加欺负您了,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所以你也没想到, 上来之后, 他倒打一耙, 跟你说他要离婚, 对吧? 对。 可以啊, 有本事啊, 都学会离婚了, 你敢离吗? 他有的时候他不说呀。 啥事儿啊? 就因为那回送孩子上学晚了, 而且他回来当孩子里面, 打了我, 给我做男人的尊严了吗? 打了吗? 打了。 真的? 真的, 他还老跟孩子说, 怎么打的? 别学你爸爸这样, 以后连媳妇都混不上。 怎么打的呀? 上去一圈。 打哪儿了? 疼吗? 疼, 真的疼。 还有一次, 打过几回, 打过几回。 还有一次呢? 就, 还要讲另一回。 就因为抱过兴趣班, 我不同意。 又打你? 当孩子里面又踹了我一脚。 你没报警啊? 这女人打男人也是家暴, 知道吗? 你得报警啊。 所以说我受够了, 我真的受够了。 所以这日子, 我看你们过得也挺风生水起的呀。 我受够了, 他总打我呀。 不挺正常的吗? 一共说了两回, 结婚十五年, 还总打你。 来, 您今天来干嘛? 咱们不置气, 不演戏, 您今天实实在在是来干嘛的。 是让老师们训他, 对吗? 对。 你希望丈夫在哪儿做改变啊? 她这个慢性子, 然后把脾气改改, 性格改改。 她性格主要改哪部分啊? 特别慢, 特别磨成, 还有特别抠门。 除了慢这一部分, 还要改什么呀? 抠门, 特别小气。 结婚十五年。 难道我对家庭就没有付负责任吗? 一两责任没户。 你说说, 我哪里没户责任? 家务都是我在做。 是还是不是? 是。 是。 难怪你说话那么虚的啊。 因为我上班忙嘛。 我问你打, 真跟你离婚, 人家跟你离婚你怕吗? 不怕。 行。 所以说今天我要站起来。 行行行, 你站起来吧。 来, 各位老师, 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穷比特分圈。 民间有一句话, 男人抠门, 老婆放心。 为什么呢? 在抠门的男人在外面讨花运不忘的, 外面的女人也不喜欢抠门的男人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一点你放心。 这个倒是余老师跟她是之一。 都抠门啊。 对, 男人有时候抠门还真是顾家。 是。 我到菜场去买菜的时候, 我和你差不多。 所以这一点你要想想啊, 她省钱是给家里省钱的。 她不是给外面的人省钱的。 所以这个抠门有时候也有利于家庭建设。 对。 这一点我有同感。 但是你呢, 有一些确实是过分了。 你看家庭你不管, 她当然受不了啊。 现在不是有一种说法吗? 做妻子的最大的不幸。 那就是少师婚姻啊。 她感觉你这个老公就像空气一样啊。 任何事情都她干, 你一轮影都不见。 你还说什么? 哎, 我们啊, 我们班组长怎么样? 你以为我们都没当过工人? 我当了18年工人日报的副总编。 我对工厂太熟悉了。 傻了吧? 但是做妻子的, 性格这个东西真的很难改。 两个人, 因为缘分, 已经成为了一家人。 而且已经15年夫妻, 怎么办呢? 不能说性格不合, 我们就离婚啊。 这一点, 两个人都反思一下, 好不好?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伯鸿兄啊。 来,杨老师。 有理不在生刚啊。 如果我们的每一个男人。 都是我的。 都是您的。 都是我的。 凭啥呀? 我一个人挣的吗? 这家是谁管的呀? 家里归他管。 对啊。 那没人给您打理家里面的后院, 您吃啥穿啥呢? 没想过。 对吧? 普世。 按照婚姻法规定啊, 您挣的, 它也属于夫妻共同色。 到阿谷。 保住这国。 旭姻法规定啊, OUL levers contingenter啊, 我速危险到呢。 пр caller依贝和阿扶 要关 pegar酒呆健一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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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还要每月给抚养费 不给抚养费 不承担孩子的学费什么的 又是你作为父亲的失职 这些都是在法院上会强制执行的 离婚对于你来讲 为了照顾你妈妈丢了工作 一句感谢都没有 您也可以让她保持工作 您请一个护工照顾老人 您试试请一个护工花的钱 跟您妻子的牺牲 来对比一下 您就该知道 您的妻子帮你节约了多少钱 你生活里头 有多少是她在分担的 如果您的妻子也在工作 你们的小孩需要请一个保姆 那么这个保姆的钱 多少钱 您有算过这个账吗 但您给你妻子什么了呢 这么多年来 财政不让她有知情权 每个月可能也不会给她零花钱 买了一件两百多块钱的衣服 你都觉得她奢侈的不行了 这么多年来 如果她足够强势 足够闹腾 她早就把你那点账 盘得清清楚楚 早就借着你某一次 跟你闹离婚什么的 把你的财政权收归自己所有 但是她都没有 为什么她能够脾气这么坏 嘴巴这么利 刚认识的时候 她是这样的吗 肯定不是 否则你也不会娶她 因为日子过得委屈 自己的丈夫给的爱少了 关注少了 心疼少了 然后她就像一个 一直饿着的孩子一样 只好哭 你可能没好好带过孩子 但你总见过孩子 得不到需求的时候 孩子是没法撒娇的 饿了她只会哭 对吧 您老婆在情感上饿着了 可能在经济上也有 所以今天 请你向你老婆道歉 给她应有的尊重 不管你们将来离不离婚 最后再强调一遍 离婚 你的损失最大 谢谢米娜老师 她今天核心诉求是什么呀 老师其实帮你摘出来了 经济公开透明 作为一个为人母的女人 自己的妻子 作为丈夫 咱们不说有爱 要尊重 到了这个岁数 要留一些时间给家庭 不能老在外面鬼混 这就是三点核心要求 说白了不就是爱吗 她说的那些事你听明白是什么了吗 我是一男人 你得给我脸 尤其当着孩子得给我脸 你要给我脸了 我就能给你钱 我就这么点事吗 不能好好说吗 还在那骗我们 什么班长要应酬 工厂里我也是待过的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老公 希望你的脉性子改改 然后抠门也改改 以后家庭账务会公开的 你买衣服我也不说你了 我会对家庭负责任 我会经常照顾照顾家 替你分担一些家务 我争取做个好丈夫 我错了老婆 希望你这些话说话算话 不要说过去了 还是原来这个样子 老婆我今天向你保证 谢谢老妹回去吧 看看另一个夫妻的选择吧 请看 你跟他超级的 他害怕 老婆 以后我会体贴你 会照顾照顾家 我争取做个好丈夫 你能有请你原谅我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老婆 我也改改我的脾气 希望我们以后播上 幸福的生活 快来快来酸死了 来来来来 就站这儿啊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对夫妻吧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